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趋势的蜻蜓颜面扫地 革命势力得到发展 十年左右时间帝国灭亡 国内群雄并起 逐渐进入军阀割据时代 直到1949年 新中国成立才结束混乱 120年后 美国在疫情压力之下 由于联邦政府婚姻无能 做师长达两个多页的防治良机 酿成几乎不可收拾的悲剧 然而大总统特朗普仍然不愿采纳专家之言 脱离实际 坚持要进行全民复工的经济冒险计划 并让女儿女婿在幕后操纵内阁 在此政治背景和求生本能驱动下 美国东北各州决定采取联合行动 实施东北六州互保方案 4月13日 由纽约州州长科莫牵头 美国东北六州组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该六州通过九五公路和铁路连在一起 在经济上不可分割 互保设在必行 科莫总督在昨天下午与其他五位总督举行电话会议 宣布成立联合工作小组 每周各派一名代表 共同规划如何本地区防疫和经济工作 各位总督在发言中一致表态 接受科莫领导 联合小组一致承认重启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一致认为必须以谨慎和智慧为前提 共同规划协调行动 反对为了本周而损害零周的利益 大家都同意健康抵义 健康与经济不可分割 东北六州互保消息传至惊师 总统容颜大怒 马上宣布决定权在于他 而不是各州州长 但六州表示 既然经济关停是由各州决定 那么如何重启 何时重启 也应由各州做决定 科莫再把话说得更加强硬 他今天在电视采访中回应称 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言论 我们的联邦宪法写得很清楚 我只有选出来的总统 美国没有国王 也不想要国王 否则就该称华盛顿国王 而不是总统 联邦宪法是用来平衡联邦和各州的关系 东北六州既然以科莫为马首是瞻 态度已非常明确 不再接受特朗普政府的瞎指挥 你天天喊着经济重启 然而是否复工 各州有自己的判断 就在东北六州互保同时 西部三州也在政府官网上宣布达成了西部州条约 加州纽森总督 将督办西部军务 医务 粮草诛事 加州的事可能比东北六州更复杂 加州要独立 染了好几年 疫情的确让加独立 更有理由推动独立运动 德州夏威夷当然也有想法 剧本接下来怎么演还不知道 保禄运动何时出现 美国的武昌城第一强将在哪里打响 11月大选看来不仅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争了 而是保皇派与自由派的决斗 特朗普这边则忙着架彭副率领导的防疫指挥部 还处行几率搞出一个复工委员会 马克·梅多斯3月31日上任的办公室主任 南国大学艺术系房地产 伊万卡·特朗普总统女儿 沃顿商学院经济学学士时装业 贾里德·库什纳总统女婿 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房地产 斯蒂芬·姆努钦财务部长 伊鲁大学文学学士银行业 拉里·库德洛首席经济顾问 罗切斯特大学历史学学 罗伯特·莱特希泽 美国贸易代表 乔治成大学法学博士 律师威尔博·罗斯 美国商部长 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投资业 并不一定实现 特朗普有可能拿掉女儿和女婿 转到幕后 问题是这个被特朗普 吹得牛叉轰轰轰的复工委员会 虽然没有一名公共卫生领域专家 美国媒体忧虑地说 我们的命运将掌握在一帮存货手里 他看来更像是一个皇族内阁 只要听话的不要专业的 疫情严重性已经大大超出了 特朗普的预量和控制范围 他每天都在甩锅 背锅夹油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 奥巴马 各州州长 民主党人 众议院 搞不好捧资福西 他们都有可能 特朗普发送推特频率 比营销号还要极快 13日是7小时30条 民调挽回民调 才是第一位的 不能让铁粉们失望 库士纳说的很绝情 联邦是我们 各州是你们 那么各州既然得不到联邦的物资支持 只好拔先过海 各线神通 与某国关系深厚点的 能找到订购大批医疗物资的渠道 有本事的州 还能帮助弱州防疫工作 因此东北六州互保或者西部三州条约 早晚都得出现 这也跳出了民主党州和共和党州的阵营框架 颇有狼烟四起 天下拱机制的味道 放着好好的作业不超 结果七座八座 做到了大清事卷上 甚至可能是东汉末年 十八路诸侯 逃懂贼那一题了 特朗普坚持认为 全国复工权力在他手里 但是美国自立国以来 州权一直很大 从法律上来说 一 联邦宪法不予各州州长广泛的权力 来保护选民的健康和安全 而特朗普自己从未宣布全国封锁 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下令全国重新开放 美国的法律界也指出特朗普 不得剥夺州长的权力 包括国会给各州的防疫拨款 也不能节流 这些本质上都是体制问题 要改变必须先改变宪法 但这需要四分之三州的算成票 不会有几个州愿意被剥夺自己的权利 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各有特色 不是说美国的联邦好或不好 这是美国独立时的政治社会经济背景决定的 其实只要团结这个问题完全能解决 像罗斯福经历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时 哪个州长敢挑战他的权威 不过那时美国高层精英人才也多 特朗普并不擅长政治 虽然他利用了政治程序上台 折腾了三年多反复无常 各州或国会只能忍忍 但虚也不了了之 问题是偏偏在他任上 遇到了史无前例大规模疫情 无历投射的防疫 结果大家都受不了 他作为三军总司令 美国军队呢 罗斯福号舰长为官兵禁言 结果被羞耻式革职 虽然海军部长叶斯之一平息舆论 但航母纷纷趴窝 说明了五角大楼的直军水平 特朗普炒掉马蒂斯 其实并不是由于原则问题 而是阿富汗和叙利亚的驻军问题 结果换上一个听话的临时工 现在连潜艇基地都有人感染了 基测浦班格核潜艇基地 有四名海军士兵感染 这些都是绝密级单位 也受到影响 这说明病毒早在美国本土存在 怎么办 战略任务还得执行 暗夜一艘美国核潜艇 在中国南海附近的深海里 静默潜游 鬼鬼祟祟 突然舰长收到一条五线电 上来吧 隔离十四天 你们还有救 中国人民海军 美艇长大惊 共军深海侦探这么厉害了 回电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中国人民海军回电 愚民不渝时 说听到水下咳嗽声很厉害 把鱼儿都吓跑了 赶紧上来吧 人心散了 队伍不好带了 要让特朗普愤怒的是 东北六州互保 几个州长 事先没有与白宫进行过沟通 简直是一场密谋 白宫强调没有总统的命令 各州什么也不能做 暗示纽约党州行为 形同造反 居然不把总统放在眼里 不过州长们抱团是一回事 民众是否支持特朗普 是另一回事 特朗普满嘴跑火车 就是想混淆是非 狙击人气 赌一把再做四年 那就预祝天才宝宝连任成功 毕竟东北互保的戏 还得接着唱下去 才算完美 美国加油